芹的粉啊,做好了就是一道简单美味的加成菜 如果您还不会,来跟着我一起学着制作吧 提前泡好的粉条中加入一勺的食用油 加入一勺的老抽上上颜色 这样做的目的呢,是为了让粉条凉了之后啊 它不打涂,而且颜色特别好看 有的个别粗的芹的呀,咱们从中间给它披一下 咱们打鞋啊,给它切成小段,这样更好的入味 手机有电的家人们,你就给老弟点个赞呗 就是这个屏幕点一下就行,老弟谢谢你 起锅烧点油,下入两面的肉丝炒至变色 家长菜啊,再来点十三香,特别的提味 葱花蒜末啊,爆出香味 双丑老抽和蚝油炒香 然后下入芹菜段 开大火啊,翻炒两分钟就行 下入粉条 再加入半碗的清水,微制两分钟 一点盐和鸡精调味 出锅前呢,撒上蒜末 家人们,芹菜粉就制作完成了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什么做什么 你就给老弟点个关注 我关注完,我之后才能找到我 最后啊,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,没准还真有点用 谢谢大家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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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